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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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山姆大叔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葡萄酒 那為甚麼做葡萄酒呢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當你覺得想要讓自己開心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需要來一瓶葡萄酒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更要開一瓶葡萄酒 讓自己覺得很幸福 所以呢 我們現在感覺到幸福 感覺到愉快 我們就要開一瓶葡萄酒 那葡萄酒要怎麼開呢 有一些小小的步驟 第一呢你要一個開瓶器 這是美國的品牌Gallon 它是兩段式的 那我們拿起這個開瓶器 我們就是像一個螃蟹腳一樣 我們的手像一個螃蟹 我們台灣有很好吃的螃蟹 它的腳 兩個腳 然後呢 打開一瓶葡萄酒 那我們這瓶葡萄酒也蠻有趣的 既然是我們的中國人的雞棉 那我們上面這支酒上有雞的logo 那一開始我們先用螃蟹腳先頂住 然後把前面的封籤先切開 一刀就可以 切兩刀也可以 之後呢 我們食指頂住 切後面 它已經切開了 然後呢 我們再頂住 旁邊 剛剛前面的地方 我們再輕輕花一刀 然後再把封籤取下來 就拿下來了 然後之後呢 把刀子收起來 再把這個螺旋打開來 食指跟拇指呢 跟這個螺旋同一個方向 然後呢 對準這個 軟木塞的重心點 然後轉進去 然後整個方向呢 是往裡面的 然後之後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是 很好用的兩段式開閉器 我們先用第一段 讓它垂直往上 之後呢 我們再用第二段 就可以取出來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 很帥氣的bop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喝葡萄酒 優雅一點點 我們就慢慢的把它取出來 把木塞慢慢輕輕的 轉開 很輕聲的bop 然後呢 我們手 手指呢 握住我們的軟木塞 然後呢 虎口輕輕輕的握住 然後轉我們的 這個 這個開閉器 好各位看一下 這樣就 很順的就起來了 然後我們再收起來 放著 收到 這樣就完成 開閉 葡萄酒的一個手續 開閉 做成功 作詞